英國克里福德郡一個農場爆發新型肺炎疫情 超過70名農民確診 當局要求200名農民自我隔離 會安排運送食物和必需品 不擔心疫情擴散到社區 英國星期一起進一步放寬限制 美容院、民生店、水療中心、日光浴中心等可以重開 內閣大臣高文浩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 不認為應該在英格蘭地區 強制民眾在商店內配戴口罩 但是他又鼓勵民眾在商店和其他室內場所戴上口罩 認為是禮貌的表現 相信民眾有基本的防疫意識 有報導說當局正考慮放寬公共交通限制措施 高文浩接受另一訪問時說 希望見到更多民眾回到工作崗位 而不是留在家裡 以重延國家的經濟動力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 謝謝